在家校遇到这样的侧方位停车哈 很多人都是一把劲 但是来到现实生活中 遇到这样的侧方位停车时 却怎么都停不好 前后都有车也就算了 向道还特别的窄 用传统的方式把车辆往前开 方向盘打大了 我们的车头容易刮蹭到墙面 打小了 我们的车辆又停不进界 遇到这样的停车位 我们怎么停哈 那么今天啊 车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我内外视角一起拍 让大家看一下哈 是怎么停进的 希望对新手停车有一点点帮助 其实哈 我们开着遇到这样的车位哈 我们把我们的车辆 顺着车位线往前开 记住哈 只要车身和旁边障碍位的距离 大以40就可以 来盯着哈 我们的这个车位 或者是扫着车位线走 其实我教大家扫过 一直往前开 开到什么位置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 开到我们的后视镜 和旁边车辆的这个车头 对齐以后哈 我们往右打满方向板 往前进 两个点和位 然后进来以后哈 右侧咱们可以 挖不到 那么左侧哈 A柱夹角 进了咱们的这个车位线 而且哈 我们的这个引擎盖哈 在旁边 保险杠下沿 那么我们往左 打满方向盘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右侧车头 是不会挖身到 旁边车辆的哈 大家可以放心 大家担开 右侧过了按钮 回正方向盘哈 稍稍的往前走 盯着我们的这个 后视镜哈 后视镜 和我们的车辆的这个 逼住的位置哈 大概是逼住 它虽然 贴了咱们的这个衣服哈 然后我们往右打死 盯着我们的左侧 后视镜 来 当我们在左侧 后视镜中哈 一定要看到 看到稍微 看到一点车头哈 是不是 那么我们回正方向盘哈 往后退 大概就是看到一半车的话 就可以回正 往后退 这叫什么位置哈 咱们可以看一下 在车内看到我们前车门巴车 或者说哈 你感觉后车轮过了 或者哈 这几个点满足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B座 和旁边车辆的这个车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车尾对齐以后哈 我们往左打死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右侧车的话 是不会挖身到旁边车辆的 那么往后退的时候哈 如果大家看一下 后面的车距不够 是不是啊 那么很有可能啊 会挂天道 但是啊 我们退进来以后哈 我们可以往右 打满方向盘 回一把 对不对 当车身哈 和我们的车轮件平行的时候啊 顺正方向盘 我们的车辆也就挺好的 咱们可以看哈 右侧后视镜不挂飞 而且停的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的车轮后车轮哈 都进来了 这样哈 我们的车辆也就挺好的 我们路的哈 是内一个视角 外一个视角哈 内外视角 大家可以一起看 波扯哥 希望咱们的这个窄路侧房位请教 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我们下期待